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市场派一定要自救 然后政策表态的话 这个短空现象就会扭转 不管如何 蔡老师跟你讲的方向完全的验证了 昨天台子期结算涨了60点 那你今天再配合这一根的长虹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 你之前压那一些全职股 都可以合理的解释 连小模都可以丢报告出来 打击四党 联电 世界先进 立基电 还有日月光这四党 全部11月份营收都新高 他都可以给你五远佛介 讲说未来会不好 那不就是等于说 人出生之后一定会死掉的意思吗 各位那有什么意义 但是为了旗子获利 不计所有的手段 真的很糟糕 所以投资朋友你一定要了解 这一些套路已经运作了二三十年 你不要因为礼拜一礼拜二台股的一个压抑 你就对台股失去了希望 因为蔡老师讲过 不管盘市走长多 还是短线震荡 你的心态一定要健康 你一定要跟着产业面走 去找未来会大涨 的一个个股来做一个买进 各位是不是 所以看蔡老师的节目准没错 来各位 衷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然后我也祝福你 天天操作都丰盛 像蔡老师的节目一样 像蔡老师的名字一样 对不对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要做个好人 然后说句好话 你就可以买到好的股票 环境决定未来 各位是不是 该不会是梦中托梦 不可能又不是元宇宙 对吧 今天更不得了 来看看 蔡老师跟你讲 法人狼回头 不是嘎空手 就是嘎空头 所以你要不要当个好人 不要再去放空 你把巴菲特跟索罗斯比较一下 一个是做价值投资的 一个是专门在放空 这是国家级的空头 在放空这些全世界的外汇市场 各位或者是在怎样 做对冲基金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两个 你比较喜欢谁 蔡老师当然希望你 跟着巴菲特走 准没错 跟蔡老师的理念一模一样 来 盘式的发展 你一定要看得懂 看不懂 你更要仔细的看蔡老师的解盘 礼拜一大盘涨93点 后面灌杀到 跌58点 为了礼拜三结算 是不是 那礼拜二更精彩 礼拜二直接跳空 给你杀滴 开滴走滴 对不对 这是周一效应 对不对 跌58点就是跌 好来 礼拜二开滴震荡 就直接给你几乎灌到最低点 168点 其实礼拜二很多 包括这个八大行库都有买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市场派倒成一片 市场派赔好多钱 市场派 融资减少了41亿 你觉得赔多还赔少 这都是很简单 你要去了解 你不了解 你是瞎着摸象 来 所以礼拜二12月4号 大盘直接杀到17566 对不对 然后你看蔡老师跟你讲什么 你看那时候融资连续三天都减码 因为市场派赔大钱 对不对 而且我也告诉你 这是假外资 很多的市场派透过外资的户头 也在停损 这礼拜二 但新台币没有贬 所以是假外资 各位你知道吗 这种手法也是二三十年来都这么干 所以你也不要一天到晚以为外资是好人 户头都借给市场派赛上下起手 你也要了解 懂吗 那礼拜三12月3号 12月15号礼拜三 昨天蔡老师出来 及时救援 昨天是不是在平盘这边 我跟佑达连线 对不对 10点45分 我告诉你市场派自救了 你要了解 而且法人 配合政府再做多 为什么 因为投信礼拜二 已经买了21亿 各位对不对 你看看 这个你要知道 为什么投信他会大买 为了年底作战而来 因为全市场之后 蔡老师给你倒数说 新历年 还剩几个交易日 你今天不算剩10个 各位对不对 礼拜二就跟你讲说 还有12个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想说 创新高很难 很简单 各位 那你看 昨天大盘受压抑 就是这个17677 昨天只冲高到17678 对不对 但是收在相对高档 1765 也很棒 对不对 今天一开盘不得了 而且昨天的数据 你看看 我跟你讲 市场派自救 你有没有看到 昨天融资增加12亿 对 投信 从原先礼拜二买21亿 昨天礼拜三放大到 买25亿 除了买一些0056之外 其他全部20几亿都在压 投信概念股 好来 今天早上最精彩了 大家以为说 美国的升息的预期 比老鹰还猛 猛情类 那是什么 这叫色雕英雄传 比老鹰还猛是金雕 我不知道 那也不重要 因为美国是白头鹰 各位今天早上 你看FOMC 他公布的利率预期的点状图 结论就是明年升息次数三次 后年三次 大后年 2024年两次 原先不是说两次而已 各位其实大家心知肚明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转折 转折就是落在明年 所以两次跟三次有那么重要吗 借我们前总统讲的一句话 有那么重要吗 各位是不是 所以原先记者讲说 美股今天早上是大跌 准备了一大堆利空的消息 因为先射标在画靶 记者媒体都这样 结果赶快改 为什么 怎么会变成利空出境 道琼吉拉 不是说好 说好这个升息两次变三次 还要大跌 由黑翻红 科技股也是急拉 费城也急拉 我们的台积电一样急拉 今天要除息给你涨了3.5% 各位对不对 所以精彩的故事今天持续的上演 来 今天开高涨154点 有没有 最低压回来58点 然后尾盘有没有收高 我们请导播打算 因为今天出量非常的关键 今天的藏宏涨了125.17785 而且今天一开盘就越过 我跟各位讲的礼拜二 的多空的一个什么 区隔线 是不是 17677 而且还跳空上去 直接回补空方缺口 所以我们各位 筹码是不是又回来了 是不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东西 真的一模一样的出现 什么东西 法人今天大买 法人狼回头了 不是搁空手 就是搁空头 不管你信不信 因为让我们持续 看下去 现阶段距离历史新高 每天涨30点就创新高 加加油 好吧 昨天美元指数也告诉你 冲不上去了 如果升息预期 美元指数还没有办法 从两次变三次 爆升的话代表 很崩了 各位你知道吗 重点是 我们的台币要加油 昨天也指贬 对不对 今天看看下午盘会不会变成大升值 因为美元好像涨不上去了 对不对 钱流来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 非常的合理 所以各位台股 在这最后我刚刚说过 到明天 明天开始到这个30号 31号放假 还有10个交易日 所以全世界都看着台股 好不好 之前一波 12月8号 攻到17988 距离历史新高 差距46点而已 加加油 我知道这一波 几乎没有人 再看多了 为什么 因为技术面破线 一堆人又放空 又被嘎的惨嘻嘻 因为被狼咬住 不是被蔡老师咬住 蔡老师绝对都正面性的一个传打 你是被法人咬住 而且我昨天盘中也跟你交代的很清楚 就是资源 就是创意 就是IC设计 各位有没有 所以要不要产业选股随便你 好不好 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有缘的人 唯有产业选股才有资格讲正面迎战 你不管大盘的涨跌 不要说盘好才来做股票 盘不好 其实你可以买得更便宜 为什么不好 各位各有各的好处 好不好 所以说不论台股走长多或者短线震荡 注意哦 走长多或者短线震荡 你都要认真的寻找会大涨的股票 刚刚跟你讲的资源 证据不在这里吗 昨天既然我知道市场派要自救 12月15号是不是礼拜三 10点49分你看到这里 10点49分09秒 我跟你讲资源 有没有 那时候190 191 台子结算市场自救 政策表态扭转短空 谁有办法这样讲 蔡丰盛老师 资源不是蔡老师在乱扯的 我一直跟你讲要围绕在 不是梁三婆108条好汉 而是这个154档加强连 各位 对不对 加强连 有没有 资源有没有 是不是营收新高 不然如果只是要找那些市场派炒作的标的 蔡老师每天都有 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各位对不对 这是每个人的原则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我都在帮你着想 要做好的股票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 当个好人说句好话买只好股 意义就是这样 所以昨天的资源拉涨停198有没有 近期新高有没有 是不是 今天的资源在拉涨停217.5 有没有 距离波段高点219 这不是历史新高 这波段高点而已 差不到两块钱 加油 同一时间我告诉你 联电集团就是派资源出来 对不对 冲年底的绩效 那台积电呢 各位 这资源我是今年6月7号就跟你讲了 各位有没有 当时多少钱 71块而已 今天已经217了 来各位你注意看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台积电派创意 我不管你信不信 昨天创意也是被蔡老师 讲完之后从590拉到602 今天不得了 今天盘中蔡老师再交代一下 你看就在这里 有没有 涨不到4% 620几 结果竟然 蔡老师讲完之后 飙到涨停板661 所以我问各位 我们都知道法人要怎么走 为什么蔡老师要去给你介绍一些 市场太琢磨太深的个股 没必要吧 有好路走你可以开这一个 不要说马萨拉迪 马萨拉迪最近都一些不好的人在开那种车 对不对 你可以开老师来 老师来说好像有一些不好的人开 好了 你可以开我们国产的纳赐节 你也不要骑假话车 各位这样好不好 支持国产车 这样可以了吧 所以你看看创意 各位661是历史新高 前三季赚不到7块 我说实在的 我对台积电的相关子公司我佩服到五体投地 就像3037的星星一样 我台积电还要赢 要赴 他标的比锦瘦跟南电还要来的强 这不就是这种各宗滋味吗 所以你注意看 12月7号是我跟你讲创意 刚刚跟你讲6月7号是什么资源 对不对 创意当天跌4块 568今天多少 今天创意你刚刚没看错 661100块 12月7号到12月16号 这样 涨了100块 证据都在这里 台积电集团 台积电世界创意跟精彩 有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要不要跟着产业走 投资才长久 来各位 来 我在礼拜二跟你讲什么 礼拜二大盘是不是跌最深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中非航 霍兰三雄 各位有没有 你看看这里 霍兰 有没有 捷训中非航台华 有没有 中非航 中非航昨天 近期高点108.5 今天再冲到109.5 各位 是不是 前三季已经赚了超过10块了 各位还没完 我昨天晚上跟你讲什么 我跟你讲安吉 各位有没有 6477太阳冷的 昨天是不是遇到美国股市太阳冷大跌 ETF跌了将近4% 佑达有问我嘛 你都很仔细听嘛 我跟你讲安吉 为什么 因为他是第一名的 连续18剂缴出获利成绩 大家人的公司 蔡老师的故乡 各位 就实在一点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元金安吉 联合再生跟茂迪 各位 你看看 安吉昨天488 今天也是收高 各位 是不是 所以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包括什么 包括企机 今天也是给你创 近期新高79块 是不是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内容 板卡三雄 还要再说吗 昨天268而已 结果 昨天拉到286 涨了18块 有没有 我跟你讲 因为他要涨 代表华硕集团 年底作战客这支 然后他会带动板卡 另外两支股票 就是技嘉跟维新 各位有没有 全部都验证 各位你来看看 所以今天不仅华琴 他股价创 整个的一个历史新高 291 你看看技嘉跟着 同步带动 拉到165 技嘉今年也大赚钱 前三季已经赚了15块 因为你看费城 在主导整个美国股市的涨势 费半 第二名就是涨AMD 涨了超过8% 第三名就是涨 灰达 MVD涨了超过7% 那不就是板卡吗 各位是不是 所以包括什么 包括维新也一样 维京今天也冲到169 各位有没有 这蔡老师三档 都给你做产业介绍过 所以我问各位 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绝对接受到正面上的一个什么 正面的一个能量 因为我从不介绍 你们说的一个投机股 或者主管机关很厌恶的所谓主力股 蔡老师不干这种事 所以蔡老师的路非常的广 非常的一个 要带领你走长远 唯有跟着产业走 你的投资才长久 各位懂了 所以不要再去管短线涨跌了 所有的产业面的内容 已经有四年的一个存档了 包括YouTube Lite TG网站 你自己去看 一定是合法的公司的内容 绝对不是用个人的 蔡老师也不玩脸书 LINE也没有个人的一个什么 一个账号 懂了没 所以你也不要一些 怎么很多同业的一个什么账号 都被人家盗用 你也不要耳根太轻 尽量求证 这经管会都有合法的一个什么 投信投顾业者 懂了没 YouTube直接加一加 蔡老师早中晚的视频 就会出现在你的一个手机上 全部都是合法化 懂了 所以你一定要终结市场上的摆弄 你才会赚钱 当你变强大之后 世界就会变公平了 所以希望你走唯一一条路 变强大 投资了个多宝格 明天礼拜五要买什么股票 下礼拜会发酵 蔡老师都帮你算好了 请你赶快跟上来 也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7周年 蔡老师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希望你好好把握 因为唯有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你才可以 度过大风大浪 希望尽快的能够为你服务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到言心帮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 今天收盘收17785 我们的历史高点是在7月15号的18034 所以说加加油 只要每天 因为到现在距离新一年风光 还有10个交易日 每天涨26点 OK了 当然如果明天要涨300点 我们也免为其难的收下来 各位你说这样 这样好不好 各位 礼拜六要投票了嘛 来 忠心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对不对 好不好 一定要的嘛 股市的事交给蔡老师 因为太险恶了 你们都被欺负 不然蔡老师怎么会刚刚啊 用这个所谓的 狼若回头 各位来鼓励你 各位 你看不懂盘啊 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那一些都是套路 但是你也不用急 好不好 蔡老师的节目每天在这里 等着帮助你 只要你赶快跟我们做联系 好吧 强大吧 请你跟着蔡老师这样做 怎么做 不管台股走长多 还是短线震荡 都要找会大涨的股票 这就是价值投资的最高的原则 所以怎么办 法人狼若回头了 不是嘎空手 就是嘎空头 所以请你该动作了 像捍卫任务一样 地板打一打 然后呢 没有啦 产业面研究一下啦 各位 该动手的是这个意思啦 好不好 要不要动手 该动手了 你看看 摩根大松也痛手了 你看 找不动晚不动 就在台子旗结算前给你动 而且给你抓四档啊 最夯的 对不对 那也没办法 真的卖哦 卖了快十五万张联电了 各位 所以这一些啊 真的是蛮可恶的 对不对 小摩 讲讲一大堆理由 就说未来会不好 是啊 未来如果 老板想法奇怪 没有跟上世界潮流 那当然不好的几率比较大吧 但是现阶段 哪有不好的空间 如果不好的话 那矽晶圆今天在涨什么啊 台胜科在涨什么啊 中美金在创新高 那这个联电 这个东西是不是别有用意 答对了 恭喜你 但是你闪不掉 因为你没有像蔡老师 这样的专业 你有可能是联电的长期股东 气到爆 有没有 是啊 那怎么办 加油啊 我帮你把正义找回来 不是啦 各位 我会告诉你 这都是人家的戏码啦 你不用怕啦 好不好 各位是不是 你看12月14号 当天就最低啊 这个变盘线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拉上来啦 那当然他如果回补缺口 搞不好大盘啊 真的明年涨300点 今天看美股会不会再继续涨 对不对 世界你看也是压 这算落势哦 各位 这算落势股吧 你看得懂吧 所以如果当他们转强 那当然大盘就有可能过 一万八啦 对不对 希望他转强 好不好 因为他之前啊 被无情的对待 要还他公道嘛 是不是 那我刚刚跟你说的 不仅啊 连电力积电 世界先进创新高 连啊 这个啊 小谋也去杀伤日月光头控 这也营收新高 今年都赚到爆 所以说 还正义的时刻快到了吗 应该快到了 投信概念股 3532的台胜科 蔡老师跟你讲 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有没有 老哥嘛 你应该知道 11月22 两天前跟制作单位 丢过去 那时候才193 你看 当天讲的时候 礼拜一已经210了 涨停板 那又怎样嘛 各位啊 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啊 不管盘是怎么震荡 你都要去找产业啊 走上坡的一个什么 个股来买进 各位 为什么 因为你看像这一个啊 所谓的台胜科今天还标到311.5 然后中美金标到233 有没有 那台积电我昨天也跟你讲 礼拜三结完算了 礼拜四要还他公道 礼拜四今天 也面对 习仲 2.75 一开盘 如果他只是异性蓝山的话 600块就不错了 涨3块就好了啦 昨天收盘 600嘛 你今天减掉2.75 就是597开盘嘛 结果他开多少 开605 还那公道 因为11月份营收太棒了 之前是压抑的 收盘也是605 那法人预期 哇 可能啊 这个 12月份营收会创新高 说实在的 希望啦 因为我大概算了一下 1505亿 还是1508亿而已 他高点要过11524 加加油好不好 不是说不看好 反正台积电啊 就是领导全世界的潮流 这蔡老师跟你讲的 连那英特尔的CEO都要来拜托他 有没有 自己人的概念 始至于什么 星星吗 是不是星星最强 你看这个又以盘待跌 你看景硕跟南电跌成什么样 所以我跟各位说 元太今天历史新高 蔡老师啊 快150块 76块跟你讲元太 有没有 我跟你讲的东西啊 太多了 包括德伟 你看今天还拉涨停 320 你看哦 德伟从头到尾跟你介绍 当初的一个德伟才184 所以太多的一个内容啊 节目时间不够 请你自己去看 我只啊 希望你一定要复制成功者的逻辑思维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7周年 蔡老师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我希望你赶快跟上来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 最后啊 祝福全球投资人 天天操作都丰盛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